今天要做的是銅鑼燒 那首先我們先泡紅豆 紅豆大概一杯就好了 那要泡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後紅豆就會長像影片一樣 就會長大 那在紅豆裡面加1.5杯的水 放到電鍋裡面去蒸 那接著我們要來調銅鑼燒的本體 首先兩顆蛋把它打散 接著加入60克的糖 那糖分次加入 加入之後記得要把它攪拌均勻 準備2克的小蘇打粉 加水把它攪拌均勻 接著把這個小蘇打水加入蛋液中 那全部攪拌均勻之後 再加入7克的蜂蜜 一樣都依序把它攪拌均勻 接著將120克的麵粉過篩 加入這個蛋液裡面 把麵粉跟蛋液均勻的把它拌在一起 那這樣攪拌完之後 這樣看起來太稠 所以我們就加少許的水 記得在加水的時候 每次都加一點點 然後把它攪拌到水跟這個麵糊完全融合之後 有需要的話再加 那把它加到像影片中這樣子的濃稠度 就可以了 那攪好之後的這個麵糊呢 要靜置20分鐘 要讓它稍微醒一下 這樣待會兒我們用鍋子在煎的時候 這樣等一下在煎的時候 銅鑼燒的餅皮才會比較鬆軟 那靜置完了之後 我會用一個涼杯把它倒起來 都準備完成後 我們就要來煎銅鑼燒 首先在乾淨的鍋子裡面 抹上一層薄薄的油 基本上只是要讓它不沾鍋 油量少許就好了 接著倒入麵糊 然後在同一個點上倒 讓它產生一個圓 那火不要一下子開太大 我們煎到它起泡之後就可以翻面 那兩面都煎熟之後就可以起鍋 蒸熟以後的紅豆 拿出來之後加一糖匙的糖 給這個紅豆有一點甜味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那紅豆也是稍微壓一下 那影片中銅鑼燒的這個餅皮 我們是用同樣的方法煎 你就煎你需要的數量 我在影片裡面就沒有重複的示範 那紅豆餡就是把它用力壓緊 那當然銅鑼燒也可以包入冰淇淋 影片中我用的是水果冰淇淋 水果冰淇淋的部分 稍微退冰夾到中間 再拿回冷凍庫裡面去 它就會自然黏緊 那切開之後的銅鑼燒 就像影片裡面 看起來的樣子 這樣好吃的甜點就完成囉 這樣好吃的甜點就完成囉 再 acercaenes影片 你們會不會忘記喔 後面下水표